咱俩不用感情戏吗 管那什么逻辑 提前让观众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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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睡眠质量可以啊 秒睡 江总管 您的午膳已经备好了 需要差人给您送进来吗 不用了 我一夜未免 不要打扰我午休 是 大人 大人 我说了不要打扰我 不想要脑袋了吧 奴才该死 是上宫局的宫女 这么快就告状到江宇这儿了 来吧 我得抓紧回去 臭太监千万别见她 拜托了 你在我屋里候着 不要让任何人烦我 是 好 说 来我房间目的是什么 自己屁 什么屁 是 我是说 我想给大人送一双靴子 但是却不知道大人的尺码 我又想给大人一个惊喜 所以我就躲到大人的房间 偷偷量了大人的尺码 来我床上 送靴子 你放什么狗屁 说 到底什么目的 我到底说点啥子 我说什么 我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真心 直到我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这太扯了 你要成年老词 说了一万遍啊 啥子才信 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 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男人说三个字 我 爱 你 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 加一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 一万年 感人 好感人的故事 此时此刻 他一定感动到见落地 然后失声痛哭抱紧我 然后我就趁机 可惜 我不是个男人 江苏冠 把那点信给我打回来 徐薇薇 你再说一遍 你忘了 娘娘叫你 好生照顾我 还得一点信给我拿过来 娘娘说过 有人欺负你我就替你出头 说说看谁欺负你 江苏冠 你放桌上就 不要以为在年段面前卖关 就可以骑到我头上 我想到梦死你 比你细子一直藏也很简单 江总管 我可提醒你 武林秘籍只有我知道下落 你要是杀了我你就永远都找不到 他 你还要是杀了我 你是在威胁我 你是在恐吓我 我说过 有人欺负你我就替你出头 可现在是 是你在欺负我 我欺负你什么了 不对呀 这个怎么充满了粉红色的暧昧气氛 说说看 我怎么欺负你了 啊 这是要干吗 不会吧 我不会真的要跟这个臭太监搞CP吧 算了 还是我亲他了 你 你干吗 你怎么盯着我啊 我都跟你说了 那是帮你修炼内功 徐薇薇 你若是再敢对我无礼 信不信我摘了你的脑袋 你以为我愿意亲你啊 这种无聊设定我也是受够 你知道吗 每回亲完你 我都得洗八百遍嘴 嘴都洗吐噜皮了 我看你是真的不想要自己的脑袋了 来来来 别废话 砍 砍呢 怕你的我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贵妃娘娘隔着前的大红人 大狗也得 看看主人吧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演戏吗 一只摇衣起怜的狗 得到了主人的赏赐 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你那些拙劣的演技 到底能撑多久 像你这样的小宫女 每天在宫里不知道死多少个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活到最后 你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角色 像你这种人坏心坏的反派 只能做陪衬主角的工具人罢了 我演技拙恋 我从六岁起就开始演戏 正儿八经的老戏骨 我拙恋我不入流 你有没有审美 有没有信条水平 你在说什么不话 你个死太监 要是没有我 你能知道有武林秘籍 你到死都是个死太监 我徐薇薇就算是死在剧情里 也绝对不会再请你将于一口 我不入流 我小剧色 我当然让你看看 谁是这剧里的主角 徐四言好 徐四言 怎么了 衣服洗完了没 洗完了 徐四言 洗完了就继续给自己找活干 别烦我 剧情被你搞得乱七八糟 看我怎么恢复原本 是 你说什么 看到徐四言脸上的表情了吗 继续 让他害怕 你个三十八线的龙套 竟敢跟我抢戏 你是谁 徐四言以为呢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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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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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云呢 我要赶紧找到他 我要亲他 我要出去 我刚刚说不要亲他那都是放屁 小民要紧 我没有看错 哥哥那个不是温子轩 是戴瑶 他怎么也喘起来了 怎么办 江云呢 江云呢 江云 江云 你在哪里啊 是来给我送脑袋了吧 我 杀 戴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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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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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吃饭吗 你放心 我会替你当好这个四眼的 江雨 你好大的胆子 你是要跟本宫作对吗 娘娘您忘了吗 您让我好生保护徐四眼 给我狠狠地打 妹妹 徐妹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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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黄尚派我出宫去查案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小心提醒你 要提防温子萱 结果你呢 看来你身边 已经有保护你的人了 没有他我就死了 所以有我没有都一样 徐文文 你当我是工具人是吗 你那个先知游戏 我自己去找别人去玩 我不奉陪了 发什么神价 我把我就算了 看来是戴尧的人 真是要强行逼我下线 姑娘 你得罪谁不好 非得得罪香妃娘娘 今天你的命就交代在这儿吧 我 驸马爷 不好好陈轰 来牢房捣什么乱 放了他 不要动 再动我就杀了他 把刀放下 没想到 林世伟对一个女人 如此紧张 要不说 不过 他在家里面 你怎么不说 这也不说 你怎么不说 没想到 你怎么不说 我怎么不说 我让你 这个就是 你ippy 葳葳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 我屬於這個世界 在我的世界里 我是一个演员 你的世界 只是我演的一部戏 在这个戏里 你是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反拍 而我也是死在你手里 我不甘心被人生息改息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知道了 利用漏洞穿越 进剧情世界 从那之后 我就装作先知和你结盟 你应该也猜到了 每次穿越 都是和你结吻 那你说那个世界里 有另一个我吧 他叫楚城 是一个 不想继承家业 只想当演员的有钱人家少爷 在我快要被封杀的时候 他陪在我身边 给我出谋划策 还给我做好吃的 要我没有办法 进入穿越状态的时候 帮助我入睡 你很在意他 我跟他是盟友 他帮我出谋划策 我帮他变回男人 所以我的改变 也是因为他 对啊 是他帮你摆脱了太监的身份 我好想见见他 我也有些企图他 可以为你做那么多事情 没有他 我根本没有办法 在剧情世界里面 活那么久的 我不怪你 虽然离奇 但是我相信你 我不过你 剧情世界里的我 和那个世界的他 你选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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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输了 你们这个 不太符合规定了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方案和创意 包括第二季的一些细节也想好了 要不 但是 这故事我非常喜欢 同意拍摄 真的